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本书其实有一部分的内容 我们之前有稍微谈过 这是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介绍金门留恋这部片子的时候 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在讨论金门 那不过今天这本书它不是只有谈金门 还谈到跟金门一样被归类为台湾的前线 台湾的离岛的马祖 我们今天这本书的书名叫做断裂的海 金门马祖从国共前线到台湾偶然的共同体 这本书的作者有两位一位是李宜安 另外一位是何欣杰 欣杰今天就在我们现场 我要跟我们谈这本书 欣杰你好 管老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想要先谈一下书名 就是断裂的海 我可以理解就是台湾海峡 然后断裂 然后金门跟马祖 就是两个离岛 或者两个前线 然后后面这句话我觉得很好玩 就是从国共前线到台湾偶然的共同体 为什么是偶然的共同体 就是国共前线那是指着国民党跟共产党 对不对台湾跟中国之间的一个战争 那这个大概是我们的前线 可是偶然的共同体又是偶然 我们不是在讲台湾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吗 那为什么它是一个偶然 所以它是偶然出现 然后偶然也会消失吗 对就是我们其实这本书一开始 最早最早的书名 就是在草稿的时候 其实都是只有提偶然的共同体 因为我们 所以你一开始就定调叫偶然的共同体 是其实最早定调是这个 断裂的海是后来头脑风暴出来的 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厉害的书名 看起来像是那个国外很有名的记者写的书这样子 那其实偶然的共同体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概念 因为我们感觉到说 尤其是马祖给我们非常强烈的感觉 就是其实如果你去回顾马祖的历史 就会发现它在历史上跟台湾澎湖金门的关系 其实是有一点疏远的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会被化为同一个国家 那其实它是由于一个非常长期的 就是偶然的各种战争的一个历史 说白了呢 其实就是根据当初国民党撤退的防线 来决定谁跟我们一个国家 一江山大城岛守不住 所以一江山 也许一江山大城岛可能也会变成是我们的 对对对 万一如果一江山大城岛那时候有守住 那比较远啦 在浙江的一边 确实 对可是那时候可能那个据说蒋介石 其实是有非常想要守住一江山大城岛 因为那是浙江省最后的国土 那最后还是守不住 所以他就退守到 就是福建的北边 也就是马祖这边 那如果万一那时候马祖没守住 其实我们就不是台澎金嘛 而是台澎金 那台澎金在历史上 其实澎湖跟金门也是有蛮有渊源的 就很多澎湖的居民 其实是从金门移民过来的 包括我自己我是澎湖人 我们家其实有一部分的协同 也是从金门那边移民过来的 所以彭金还说得上一点关联 但是金门跟台湾本岛也又未必 所以其实金马在整个你纵观他的 如果以拉到几百年的一个发展历史来看 金马其实常常跟台湾不是在同一个 共同体里面的一个状态 例如说在日本殖民同志时期 这个深刻的影响台湾跟澎湖命运的时期里面 台湾跟澎湖是一国的 但是金门跟马祖 金门没有 马祖也不是 他们没有日治时代这个东西 其实严格说起来还是有 他有一段时间是1937到1945 他那个是等于是日军占领期间 有点像是那时候 香港也被日军占领过一段时间这样 但是我们是50年的殖民 那是50年的殖民 带给台湾多么深刻的变化 相信不用我来赘述 但是那你看台澎 常常在历史上是一族的 台湾以及其附属群岛 澎湖群岛 但是金马他未必 金马真的是1949年之后才跟我们一起变成同一个国家 或者说同一个共同体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他是由于战争非常偶然的一个因素所造成的 那未来有一天会不会分开 那个几百年以后的事情不好说 但起码我觉得现在大家偶然的走在一起 其实我们是可以有一个机会来互相理解 这是我跟DAN的处中 你怎么确定会是几百年之后呢 因为很多人在网路上很多人讨论 一代有所谓的 台湾跟中国有些争议的时候 大家都会想要去看金门人跟马祖人的意见 然后马祖人跟金门人的意见 可能有一部分跟台湾的主流意见会不同 所以很多人就说那你就回到中国去了 所以这个偶然说不定不是几百年之后才会发生 对我怕金门马祖的乡亲打我 所以我把他讲的保守了一点 确实从2014年那个克里米亚公投之后 就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公投之后 其实在那个我知道在国际关系 或者说地缘政治的研究圈里面 一直有人在问说 金门会不会是台湾的克里米亚 那有时候是问金马是不是台湾的克里米亚 所以他也是我们书中的其中一个章节 我们就去问说 那如果假设有一天真的公投 那金门跟马祖人对于他自己的国家认同 国族认同的这个意见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后来发现当然就是 答案其实比我们原本想象的更复杂 他不是可以简单化约为yes or no的一个结果 怎么复杂法呢 譬如说我常举一个例子 就是因为大家常常会说 金门人就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金门人又不觉得自己是台湾人 然后我有一次访问是一位年轻受访者 介绍他的爸妈给我 这其实不容易 因为我觉得金门老人家他也知道 台湾一般人对他们其实是有一点点敌意 或者是误解的 所以愿意受访的不那么多 能够敞开新胸坛的更少 对但是他就有 我们聊得还不错 然后我就单刀直入问他说 那个大哥你觉得你是台湾人吗 然后他就说我不是我是中国人 他说惨了 果然跟刻板印象一模一样 中国人还是中华民国人又不太一样 对没错 然后他就说 我就说那你是怎么解释这个中国呢 对吧 他就说 我说的中国呢 你看看我的身份证 我是中华民国福建省金门县人 首先我是中华民国人 那当然是中国人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叫台湾 其次我是福建人 再怎么样我也是金门人 你们台湾是中华民国台湾省 你台北新北澎湖 最好中华民国分成两个省嘛 对他就有点觉得 你那个是外省在吃我豆腐 他们的外省是台湾 对他觉得他的本省是福建嘛 所以他就说我的身份证上 我的籍贯上 从来没有一个地点叫做台湾 那他当然也知道说 这个是台湾近年来这个主体意识 比较蓬勃啊 比较高涨之下 大家想要去问他认同的一个国家在哪里 可是我觉得他们听到这样就是 起独难 因为他也知道你想像的那个共同体里面 其实常常是没有他的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应该是一种情绪对情绪 话感话的一种说法 所以如果你真的仔细去问 你会发现他跟你的国家认同 真的有距离那么远吗 当然我知道现在很多人已经不认同 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觉得这个应该是被抛弃的 whatever 这我们可以另外谈 但是起码你看 他并不是表示说 他说他是中国人 就表示他认同 他自己要去中共这个体制下面生活 我觉得中共的体制的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说他为什么不愿意去 我觉得那个是其实很多金门人 他心底是知道的 只是他遇到你可能有点带有预设立场 去问说你台湾人还是中国人 他就会想要也很 也杠你吗 他就觉得难道我是好剃头的吗 那我就来跟你说 我就中国人怎么样故意的 然后我觉得有一点点那种 赌气的味道在里面 当然我不是说心平气和的谈 他就会认同自己是台湾人 只是如果我们好好的去听 就会发现他的认同跟你没有差那么多 起码没有要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这件事情大家的共识算是一致的 因为我说一句坦白话 台湾现在就是要去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没有那么难 你是可以移民过去的 中共有很多政策 所以基本上要移民随时都可以过去 台湾人也是 他们平常也都是常常会这样往来的平台 对 台湾人也是嘛 那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的人 其实是抛弃了中华民国国籍 去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跟护照 那也是所谓的右脚头 用脚投票嘛 那金门人如果真的很想要当中国人 他会去 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话 他会去的 那他如果没有去 他留在原地 那就表示相当程度 他还是跟你认同同一个体制 认同我们保卫过的这个同一个共同体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问题是带有一点危险性的 那我们书中是试图去把它 还原这个脉络 你看回答这个问题就变得很久 如果哈哈才读访只有10秒钟 就只能说中国人 感觉你也蛮紧张的 很紧张的在回答这个问题 哦没有没有 不会不会 还好还好 因为我们已经在金门 讲过非常多场了 所以我们确定我们的回答 是金门相信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这反映出几个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说 我们其实在谈那个认同的时候 即便在台湾 嗯 台湾跟中华民国 你认同哪一个 其实都没有很细致的讨论 是是是 那更何况是在从金门的角度 来看这一件事情 对 那第二个你其实刚刚讲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重点 就是那个反映出某种的情绪 就是你们在谈国家认同 在谈什么中华民国 或是台湾也好 你们也都没有问过我们的意见 也没有跟我们一起讨论 然后你就决定了什么什么 然后突然间有个人问我说 你到底认同谁 那我就开始就会用一个反向 或者是我才不想认真跟你谈 对对对 有一点气毒烂的那种感觉 在里头蛮强烈的 蛮强烈的 所以我们第二 书的第二部分就有写说 是独立台湾的异乡人 我觉得很多人是有这样异乡人的感受的 但是你要他一下子示弱 我想也不容易啦 如果是你的话 你也不会这样做 你一定是跟他杠回去的 就跟他气毒烂说 你要这样问我 那我就偏不要回答你想听的那个答案 那如果你觉得我投共 那我就投共算了 这样子 而且他其实应该是 整个所谓的中华民国里面 最认识中国共产党的 是 因为他是唯一跟他们真正交手过的 没错没错 我觉得他们的情绪还有这一点 就是说除了有点逆反 就是说你故意要逼我选 我就偏不要选 因为你心里本来也没有我 还有就是他们是真正承受过 共军的地面战的攻击 金门啦 阿马祖跟金门都是承受过炮战 但金门还有承受过 共军登陆战地面战的炮击 其实金门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习俗 是他会 当然我觉得这也是早期 我们闽南人有的一个习俗 可是他每年他会特别去拜路边 他会去拜路边 因为整个金门其实几乎 每一个角落 他都是有一个战争的这个遗迹 那很多地方都是有国军跟共军交战过的 是有死伤的 所以其实战争在这片土地上造成的伤害 是非常深刻的 那你在他这样子的伤害的这个基础上 然后你还要去丢去问他说 你是哪一国人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情绪反应 我是完全可以理解 我是完全可以理解 我们虽然把金门马祖放在一起谈 我这本书也是叫金门马祖 但是其实你们是一个顿号 显然的它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 金门跟马祖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前线 可他们两个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 没错 我们书中有提到就是说 也是我们去金门马祖 我跟亦安合作 就是真的很感谢他 因为这两个岛访问其实是很困难的 然后我们就各自分工嘛 那我们最后在讨论的时候就说 金门其实它是一个有非常悠久的历史的地方 因为它是跟厦门生活圈 厦门文化圈在一起的 等于他会说自己是海滨周辱 就是非常有文化 考科举的那个成绩是非常好的 然后也有总兵署 然后有很多举人的这些近视等等的 但是马祖公 他们的考试能力 当官能力可能比台湾本岛还要强很多 是 不过我还是要那个稍微辩驳一下 那是因为交通比较方便 因为他老是说什么 金门的科举成绩比台湾好 真的好很多啊 你就随便到某个地方说 哇 这是举人家 这是近视的家 那我要岔开讲一下一个小事情 就是像那个澎湖有个近视叫蔡廷兰 然后那他也是 其实算是金门移民过来的 所以金门老是喜欢说 那个澎湖的蔡廷兰也是我们金门人啊 你看也要我们金门人过去考才考得上 可是譬如说他要考试的时候 他从澎湖出发 结果他在中途遇到台风 他就漂流去越南 三年之后才能回来 所以你看台湾澎湖要去考科举 他是有技术上的难度的 金门人不要太得意 开玩笑 那好 总之他金门因为地理环境 有他一个比较历史的优秀的传统 甚至某些的文化的底蕴 或者是在经济的发展都很棒 是是是 他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首辅嘛 那但是在马祖呢 马祖其实他就是福州外海的 一个海上的休息站 其实马祖的文化同样也非常丰富 因为我觉得那个福州的信仰圈 尤其是这个民间信仰的这个部分 其实展现出了 我觉得这种闽东文化跟闽南文化 截然不同的对大自然的思想 跟一种他去互动的那种感觉 但是他就没有去加入这种科举文化圈 那他也没有那么强的一个 觉得自己是有地方士生传统的 他就说我们就是一个海上休息站 然后甚至在过去 他在马祖历史上相当出名的一个人物 叫做林奕和 他其实是一个海盗的领袖 那表示说福州外海这边其实是三不管地带 他需要像林奕和这样的领袖 来去主持一个非官方的秩序 那你就可以感觉得到说 那他作为一个海上休息站 渔民跟海盗的一个中继站 然后他那个感觉 就会跟马祖完全不一样 这也会影响到 他们两边对于战地政务 也就是说所谓的军事管制 就是到时候那时候国共对峙的时候 两边很严格的军事管制的看法 所以马祖并没有发展出商业的模式 因为很多的所谓的中继站 或者是海盗的据点 他后来都会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商业的城镇 所以马祖并没有往这方面发展 我觉得其实如果没有战争的话 说不定是有机会的 因为他确实是明江口岸 一个位置非常好的群岛 但是来不及验证 对 但是只能说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那个林奕和他还活动 就这个海盗首领跟他的这个部下 还在活动的时候 那据说其实商业活动也是非常的繁盛 就是海上灯火通明 然后日日夜夜都有很多交易的一个行为 所以曾经他在民国初年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商业重镇 只是可能并不是这种体制内的 或者说正规的一个商业活动这样子 你在书里面提到马祖 事实上是很近代 1950年代才出现的一个概念吧 一个地理的名字吧 所以他这些地方 这些小岛以前不叫做马祖 是应该是说其中有一个村子 他因为那个有马祖信仰 就在今天的马港那个部分 他有马祖村 有这个村 可是我们以四乡五岛 像大家现在有时候台北街头 还会看到四乡五岛 马祖面 马祖料理等等的 以四乡五岛作为地理范围 所构成的这个马祖 他是1950年之后才出现的 那其实他本来分属福建省的罗元县 连江县跟长乐县 在中华民国统治整个大陆 包含台湾的时候 其实马祖的这四乡五岛 东瀛是罗元县 南北干是连江县 然后东西局是长乐县 好复杂 对 非常的复杂 所以今天这几个群岛 他是完全被合并到中华民国福建省连江县 那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保留了自己的福建省连江县 所以他是一个两岸共有的地名 然后我好像听过他们讲过一些笑话说 曾经有包裹寄到对岸的福建省连江县去 然后他们以后都改括号 一定要写括号马祖 怕被记错 所以其实这很复杂的一个历史纠葛 那你说马祖的这四乡五岛之间 他的这个马祖认同 有没有像 譬如说金门认同 或澎湖认同那么强烈 一定是相对稀薄一点的 譬如说东影人他就会觉得 他有很强烈的东影认同 可是你问他是不是马祖人 他可能未必会回答那么明快 我真的遇过好几个东影人 他就说 我觉得我是东影人 可是我是不是马祖人 我可以再想一下 我知道你们认为我是马祖人 方便你理解 我就这样讲吧 但我的东影认同 强烈过我的马祖认同 这样很有趣 这个蛮有趣的 这个其实也不定是在马祖 就是我们知道 你是一个原林 你是一个陆港人 你不会觉得你是彰化人 你是一个彰化人 你不会觉得你是个原林人 但是对我们来讲 都是一个彰化的概念 是是是 那这个更何况你刚刚谈到 这个还是在同一个区域 那当然这个每个区域 都要自己的历史发展不同 更何况你刚刚讲的是马祖 对 他可能分属不同的县 那这个县 他会有不同的政治制度 历史的过程 所以那个差异 然后硬被凑在一起 对 那那个认同感应该是更困难 没错没错 对 但你刚刚这样说 我想起来 台南人就觉得自己是台南人 他就没有再另外细分 我觉得是因为整个 看每个地方 文化发展的程度 比如说陆港发展的程度 他是远远 历史上就远远高于 彰化其他区域 那但是马祖这个很有趣 就是说其实 四乡五岛之间 可能原来发展程度 没有真的差那么多 他们真的就是因为 战争所以被合并 他们其实马祖 第一次慢慢得到这个地名 也是因为军方的缘故 譬如马祖防卫司令部 他们那个 正式的军事名称非常长 我有时候也不完全记得起来 总之就是因为马防部 马祖防卫司令部 开始把这几个岛 纳入一个防守的范围 那才成为说 那这个地方就叫做马祖 这样 所以我们常开玩笑说 马祖是真正的 中华民国迁移到台湾之后 才生出来的孩子 对 因为确实金门本来就存在的地方 澎湖也是本来就存在的地方 但是马祖是1950年之后 慢慢慢慢 因为几次的战争 包括韩战 然后包括后来的冷战 那才慢慢出现的一个 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地方 所以马祖是很有趣的 可以说马祖是一个 相当年轻的地理概念 对 这其实我要谈的是 一个对一个地方的认识 或是那个地方的认同 它应该是很细致 但是因为我们常常会 因为分类 因为某种的区隔 因为特别是敌我的区隔 我们就会把很多的认同 或很多的内在的差异 我们都会忽略在一边 那刚刚也谈到 这个马祖之所以成为马祖 其实上是跟整个战争 是有很大的关系 我很喜欢你的这本书里面 第一张就是金门马祖在哪里 然后战争在哪里 我觉得从 你这一张里面透过图 然后透过简单的描述 我才知道原来 我以前都把很多的战役 什么古灵头823 然后唱歌的时候一起唱 但是其实它不一样 它差别很大 可以跟我来介绍一下这一张吗 然后这些战役 对于所谓的后来的 所谓的军事管制的影响又是什么 对 我觉得那个 我们一开始会想要用地图来开场 是因为发现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大家很多人都对金马的地理位置 是陌生的 是非常陌生的 譬如说金门它其实是 我们会把很多的战争 都放在好像同一个时间 它其实没有 它可能间隔很长的时间 没错 没错 譬如说古灵头跟823 到我好像前阵子 不知道要跟谁聊天 他也还是搞错 然后金门人就 轻轻的纠正了他一下说 你讲的那个是古灵头 823是823这样子 中间还有一个 金门人都记得 但台湾人比较陌生的 九三炮战 因为那也是非常 严重的一个轰炸 然后譬如说 先回到地理位置来说的话 金门它就是在 差不多台中的这个位置 然后但是马祖是非常北边的 国之北疆嘛 所以它其实常常是从基隆港出发 然后它的纬度也很北 然后所以现在去其实是 蛮冷的 我过两天就要去 现在心里很想哭 对就是因为跟我们平常 习惯的纬度 还是有点落差 而且我一定要讲一个 我常在演讲的时候 分享的事情 来证明说 我们做地图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为像我就有一位朋友 然后他就很想要去马祖玩 结果他也联络了当地的朋友 说来接我 这样 结果他们就在马祖的机场 两个人打电话说 诶我在机场啊 三号住址啊 诶你也在三号 我也在三号啊 那到底在哪里 机场是能多大 后来他一抬头说 诶我这到马公机场 到底是对的吗 然后他就是那个人 不是真的扯太远了吧 马公机场 马祖跟马公 完全不同的地方 但是他就说 你们马祖机场 怎么不姓马呢 为什么 为什么唯一姓马的机场 就是说其实我们想一想也说 不是说这些做错的人太无知 而是说1992年 战地政务才结束 所谓的军管才结束 1992年以前 我们是不能自由的去金门马祖观光的嘛 那所以开放 正常观光也才30年 那大家有点陌生 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只能说这个长期的阻隔 让我们无法彼此了解 但是这个马公机场 因为他是唯一一个 真的就是以马为开头的 就没有人想到去马祖 是要买南竿或北竿 这也让你有点困惑 说为什么 所以到底是南竿还是北竿 就是两个都OK 只是南竿还是比较热闹一点 这样 他们是因为 马祖 你看马祖的地形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 不适合飞机起降 对 因为他其实就是一个 真的是蛮小的 然后山地 远远多于平地的一个岛屿 海上岛屿 那他们要盖机场 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所以我说这个战争造成的 四乡五岛集合成一个共同体 这件事情也让他们 饱受这个交通通勤之苦 所以他们才会有两个机场 不是因为他们建设特别好 而是因为有时候看天气 有时候南竿可以 他有选择性 有时候南竿可以降落 有时候北竿可以降落 他一定要去选 好那所以其实你看大家就 坐去马公机场了这样 对马祖是蛮陌生的 所以我们其实是用这张地图 来告诉大家 到底整个马祖的地理位置在哪里 四乡五岛是哪 四乡五岛 而且东影其实是离他们 其他人是有点距离的 南竿到福州的距离 比南竿到东影的距离近很多很多 那我觉得就用这个来进入 这样子的一个金马的一个世界 然后战争地图是因为 我们也希望把战争这件事情去具象化 让大家比较有一点点真实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写战史其实尤其是金门 他们内部对战争历史的记录 是非常非常详尽的 可是我猜 外人看一时之间无法进入 例如你说几月几号 然后什么共军 金门是一个文史调查 非常认真的一个地方 非常非常 他们的那个细节 其实调查的非常仔细 真的很厉害 可是也正因为金门人 他自己是非常沉浸在这样子的 知识里面的 所以他有时候 讲给外人听的时候 是很麻烦的 其实像我们这样子 其实还不算了解到 最top的专家的境界 其实是最方便跟台湾人解释的 但是有些人他太专业了 所以很多细节 他一时之间突然不知道 怎么跟你解说 像譬如说什么共军 对古宁头发动攻击 那古宁头到底是在 金门的南边北边 东边西边 金门的地形是怎样 跟台湾一样长行的吗 跟澎湖一样是一个澎湖湾吗 我觉得我相信 因为澎湖是一个旅游胜地 可能很多人对澎湖的地形 都还有多一点了解 就是要绕一圈嘛 那金门是这样吗 不是 他是一个雅铃状 所以古宁头到底在哪里 然后你说共军本来打算在中间登陆 又是为什么 你看地图你就会知道 他是一个雅铃状的 所以共军想要从最细的地方登陆 然后南北贯通 切断京东跟京西的联系 所以其实有很多事情 他透过地图 你就可以重新慢慢去进入 这个历史的状况 然后当然就像老师所说的 没错 我们想要带领大家 认识战争对这几个地方的一个伤害 尤其是金门 我们有一张地图是 这个炮战就是 金门地面的炮弹的落弹量 其实那个落弹量 它都是几万颗几万颗起跳的 而且在很小的岛屿上 非常密集的落下 然后当初其实看到这个地图的时候 我就非常震惊 然后就请设计师做 然后设计师收到图的时候 设计师平常本来很专业嘛 都没什么情绪 就你让我做什么做什么 但是他唯独收到这张的时候 有多说了一句说 原来这么多 然后他也有吓到 这样 我觉得所以是你透过不同的素材 不同的方式 就让大家去进入金门人所遭受到的这个痛苦 或者是说他们的历史回忆当中 我觉得那几张图不只是清楚 而且是你刚刚谈到具体 而且这个具体到你的感受性 是非常非常的强 那当然我们在这边讲的是 好像是一个遥远的地方 过去的故事 可是实际上面这些炮弹 是直接落在金门这个地方 或者是这些所谓的军事管制 也是金门跟马祖是限制的 那我待会要再请教新杰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战争 事实上跟不只是两岸的关系 事实上这连续的战争 也让这个金门的战地任务 也变得更强大 甚至它是变成是一个 战地政务的一种规范的时期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谈一下这个战地政务 到底对金门跟马祖 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 管总想的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有Podcast 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我们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你的捐款 可以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多深度的报道以及讨论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介绍一本书 是联京出版社的 出版的这本书叫断裂的海 金门马祖从国共前线到台湾偶兰的共同体 这本书的作者是李易安跟何欣杰 今天作者之一何欣杰 也是在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 欣杰你好 主持人好 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 再回到我们的这个 本来要问的题目之前 这本书其实你们花了五年时间写 为什么花那么长的时间 其实花了五年的时间的意思是说 我们在担任记者这个期间 持续追踪这个题目 那当然我们也还会做其他题目 就不是全职的去追踪它 然后我当初其实一开始 做这本书的时候 不是以 应该说 写第一篇报导的时候 并不是以做成一本书 并不是要出版这件事 对完全没有想到 因为我觉得我做 这整本书里面是好几个 算是不同年份的报导集合而成 然后最早的一篇是出现在2017年 是谈那个金门赌场 OK 然后因为金门观光赌场 它还算是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社会议题 而且尤其是因为 我之前服务的媒体是香港的端船媒 那端船媒它其实会对这个 区域的赌场的故事是会有兴趣的 因为除了它除了被死在香港之外 它也有蛮多澳门的读者 那大家对于这种 那这个亚洲地区的观光赌场 以及赌场公投这样的议题 是有兴趣的 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是去做金门的赌场公投 那我也是在金门的赌场公投 第一次听到战地震污的四个字 你看其实我也是蛮无知的 就是其实是不了解这件事情 那慢慢的越做越多 越做越深 一直到2020年的时候 那时候亦安也加入了端船媒的团队 然后他自己是马祖当兵退伍的 然后他就对马祖也很有一份感情 所以我们其实是会比一般的新闻编辑开 在马祖当兵对马祖有感情 这样的人应该不太多吧 真的吗 他们很多人都很有感情 你没看金门 不是因为在黎岛当兵 然后金门留恋是有啦 对啊 他被关在某个地方 对他们而言是这样子 他们是当兵的时候一直抱怨 但是离开以后又很想念 对老兵的心情 黎岛老兵的心情都是这样 差不多是这样没有错 没有在澎湖的话就都比较快乐 因为澎湖街上享乐的措施比较多 开玩笑的 对就是因为其实他也是马祖退伍 所以他对马祖有一定的熟悉跟感情 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那时候 台湾的那种气氛跟感觉 譬如说美国要大选 台湾也要大选 那时候开始慢慢的有人讨论说 会不会两岸之间会发生战争 那两岸之间会不会发生战争这个问题呢 很多国际媒体都想要来台湾采访 然后结果他发现台湾人一片和平安详之气 他就突然不知道怎么去做他的题目 于是很多人就开始到金门马祖 去说这是台湾最接近金门的地方 台湾最接近大陆的地方 然后大家又这么的 但是也很和平吧 算是蛮和平的 可是你总是譬如说 可以拍到金门的那个 怎么看厦门啊 然后军事遗迹啊等等的 就是我觉得金马的那个气氛 确实还是会比台湾更有真实感一点 你起码你可以看着厦门的高楼 然后采访人 那就跟你在台北问 又还是感觉不太一样嘛 金门人每天都看着厦门的繁楼起飞 是是是是 那个是一个很奇怪 或是很独特的心情 没错没错 所以就总有一些这个张力可以去做 所以那时候其实是有 非常非常大量的外国媒体 来到金门跟马祖采访 其实到最近才稍微停下来一点点 因为那个乌俄战争跟以色列的那个尾巴战争 对 爆发了以后 那才慢慢好像外媒来到金马的那个数量减少了 不然他们据说几乎之前是两个礼拜就有一个受访者 然后那个金门有一位县议员董森堡 是我们的受访者 那个董森堡的助理就跟我吐槽说 我老板的英文都进步了 因为他现在每两个礼拜就要接受外媒采访 有董森堡是那边很重要 年轻世代 应该也不是太年轻世代 年轻世代的一个意见领袖 是是是 而且他也很 他意见也都很正派嘛这样子 然后他是记者出身 所以他比较知道怎么受访 那所以其实这个金门跟马祖 他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底下 他变成了一个好像地缘政治的其中一个焦点 那我们自己也觉得说 我们应该要从台湾本地的观点 然后去做一个华文国际媒体的一个 金门马祖的专题报导 这是我们的野心 因为这个你说BBC也做 经济学人也做 但是那终究是一个西方的一个观点 那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本土的观点出发 但是依然去做一个国际读者 也都有兴趣的一个报导 因为我们的读者还是主要是 中港台各三分之一 差不多多年来是维持这样的比例 所以我们就有希望有这个野心说 写好一个金门马祖的报导 让中国读者香港读者也都了解这个金马的一个议题 那我们就累积了蛮多的作品 因为亦然有曾经去金马大概连续访问了两个礼拜 这个管老师一定知道 这个在 应该台湾没有第二家媒体会这样做 就让一个 这是一个很高的投资 对就是让一个全职记者金门住一个礼拜 马祖住一个礼拜 然后而且是 回来让他大概出五篇报导 然后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投资 不过还好啦 金门的住宿比台湾不到便宜太多了 都很贵 没有没有我觉得 我觉得台湾很多的那个旅宿都是非常不合理 是是是 台湾是夸张贵 但是也是蛮贵的 总之呢就是他就回来做了这个报导以后 那其实反应比我们意料之中好 为什么说意料之中呢 是因为在大概2017年 我做金门赌场的时候 我就记得那时候的总编辑张杰萍 然后他还 我们事后还有做一个检讨嘛 因为大家每次做完报导都会检讨 他就说我觉得其实你写得非常好 你写得非常好看 我觉得很优秀啊 为什么点阅率那么差 然后我就说 好像确实传说中金门马祖议题就是票房毒药 没有人要看这样 这是事实 然后这也很难过 但就是一个事实 2017年的时候大家会这样说 可是到了2020年 我们再度不记写本 哪怕他是票房毒药 反正香港同事不知道 我们就是在给他操作一次 结果回来以后 点阅率跟反应比我们想象中的好 非常多 为什么 我觉得时代变了 就在这短短的四五年之间 台湾人对于里岛的看法 跟兴趣是 慢慢的在转变 甚至可以直接的说 就是在提高 就我觉得有两个因素 一个就是 对啊 全世界都在关心 两岸之间会不会再云再起 那大家对金马有兴趣 是很正常 这是其一 其二是台湾自己内部 有很强的动力是 要去认识自己的本土 以前在谈本土 会是谈台湾本岛 然后高山 平原 村落 部落 但是差不多了 台湾的这个本土意识 其实也是差不多把我们整个 台湾岛很多地方的故事 历史都好好的挖掘出来 当然还有更多可以挖掘的 可是我觉得 任市台湾开始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就是大家对于里岛 也会产生非常浓厚的兴趣 尤其是过去没有机会了解的金门马祖 所以金门马祖的这个 点阅率是大大的增加跟提高 然后也引起了出版社的注意 然后出版社就有持续在跟我们聊天嘛 他就说 诶 编辑就说 暂地重物解除 刚好三十周年 那你们要不要 这几篇报导 集合起来 差不多就可以出书了 我记得光是议案那边 大概就四五万字 再加上我们过去的写的高粱 赌场 这些种种的 我们再把它简简贴贴 稍微去做剪裁跟编辑 那最后就可以成书了 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说他前情后后做五年 但是其实最后 为了成书而去刻意的 去做编写 或者是补访 那大概是一两年的时间 那是长期我们对于这个 金马议题关注的累积 最后的意外的收成 偶然的收成 我觉得虽然是五年 然后虽然是一开始为了报导 但是刚好谈到说 其实后来的补访 或者是在做一些更深入的讨论 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不会感觉它是单篇 单篇报导所串成 就是那个结构性 或是那个逻辑的关系 或是那个文字的这种通畅 跟它的一致性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蛮推荐这一本书 那刚刚也谈到 战地政务 你说你一开始不知道 什么是战地政务 那可以不告诉我们 你现在知道什么是战地政务 那战地政务到底对金门 跟马祖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战地政务总体而言呢 我通常现在会用一种方式去介绍 或许在法律上不完全的 100%正确 但是很方便大家理解 我们都知道台湾过去有 长时间的戒严嘛 那戒严的英文是什么 是Martial Law 它其实是一个军事战备的一个法令 也就是说戒严并不是完全 它可能是不合理的 但它不是无缘无故的 它是有缘故的 就是整个国家 它要为了战争做准备 所以你不能有言论自由 你不能有新闻自由 你不能集会解设 你也不能阻挡 那可能就是有各式各样的限制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军事体制 那比较变态的地方 就是台湾这个军事体制 持续的非常非常的长 可是在台湾戒严体制的 几乎同时不完全一样 就是金马前线承受的是 威力加强版的戒严 它其实就是一个完全是为了 战地而做准备的一个政治任务 所以金马的民众是必须去服从这件事情 你说那个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集会结设阻挡 当然绝对是没有 除此之外呢 那他们的整个战地的 整个这个他们区域的最高行政首长 不是县长 而是司令官 司令官是这个地方的最高领袖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任务编制底下 其实会有很多很荒谬的事情 例如说一定是要宵禁的 每天九点以后一定是宵禁 然后那因为战地政务的需要 所以其实他们的男女皆兵 到了16岁就要去加入民防队 每年是要接受固定时间的训练 然后配合国军去作战 是真的需要作战的 那在国军的这个记录里面 其实譬如说823炮战的时候 这些民防部队的这个贡献 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就是帮助抢摊 侦查 运送物资 其实他们是真的可以发挥 一个算是二线军人的一个作用的 而且是男生女生都一样 就是你在金门街上 马祖街上看到的阿嬷 你不要看他平凡无奇 在那边走来走去 他也是很厉害的 对 他年轻的时候是女战士 对 他们其实是接受过 完整的战争训练的 那你就可以想像说 他的整个生活其实是 可以说是比台湾 就是受到更大的一个军事的动员 跟压迫 然后那再延伸出了 还有更多荒谬的事情 例如可能老一辈的人还会记得 以前蒋英国时期 有一个叛逃的军官叫林毅夫 他现在是中共非常有名的 一个经济学家 那林毅夫当年因为是 很受到蒋英国青睞的青年军官 马台大经济系毕业自愿从军 所以他派到的是金门的马三连 那边去驻守 结果有一天他就游泳游到厦门去投城了 就是篮球嘛是不是 对对对你看你还记得 对对对 然后可是我觉得林毅夫也很机车 他就到处受访的时候有说 我没有抱篮球 因为那个很近 我自己可以游的过去 是真的蛮近的啦 是然后在金门人就超生气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后来金门人就不能打篮球了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 不能打篮球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谜音对不对 不他是真的 就是篮球排球乒乓球 都是战地战务时期的管制用品 所以现在那时候金门的小孩要打篮球 你是不能乱打的 那军方当然没有说不能打 他是说如果你要打篮球 你要来跟我申请 因为这是管制物资 谁会为了让小孩打篮球 去跟军方申请 哲北融制他爸都做不出来这样的事 所以呢其实是对他们的生活 造成了非常多荒谬的压迫跟管制 对连乒乓球都是说 可以作为符具游到对岸去的 那还有收音机啦 风筝啦 这就不用提了 那你随意接近海边也是会被盘问的 而且那一定是没有正当的审查程序 一个住在半均匀的状态里面 可以这么说 包括里面你有提到老婆要生产了 然后还要过关斩将 然后还要讲什么通关密语等等 这谁记得起来那么多的通关密语 他们是原则是拿不到通关密语的 通关密语是宵禁的时候 因为他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个纲扫 然后你要有口令才能通过 那那个口令通常是军方 以及跟军方相关的人员才拿得到 那一般老百姓是拿不到的 而且每天都在换 他们说有时候是邓丽君 然后是司令官的名字 我们司令官是管中祥 有时候今天就管中祥 明天就可能是公库 这样子 他每天都在换 所以其实老百姓是不会知道的 那万一你有紧急需求 医院就在那边 可是中间要过两个纲扫 那你说我老婆要生了能过去吗 不一定过得去 可能要士兵愿意通融 不然他按照规定 他是可以不通融的 不让你过去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活在战地 那我们就像活在军营里面一样 我们必须接受这么严格的一个管制 所以里面 书里面就有受访者 我觉得不止一个受访者 他有提到这句话 他就说我们像生活在一个 巨大的军营里面一样 对 因为马祖也有一位年轻人 他是这样说 对 我们好像从来没有退伍过这样子 所以我想解除这个战地上面的管制 或者是恢复到某种的自由 应该是很多金门人跟马祖人的一些渴望 可是其实在当时 大概也是20多年前 有人就提出了军马策军论 那他也是某种是希望金门跟马 台湾跟中国之间能够比较和平 然后他就是一个非军事区 非战地的概念 不过这个金马策军论提出来 感觉是在现在 现在我们看到所谓的战地政务 解除的一个前哨 可是在当时是有蛮多的 这些金门人是不以为难的 对 主要是那时候金马策军论提出的时候 我的理解是这样 因为很多确实 马祖人跟金门人提到金马策军论 都非常的愤怒 那甚至影响到他们今天 对于民进党的政治人物都没有好感 因为当初其实是民进党的几个政治人物 提出来的金马策军论 那我觉得其实最旧其原因就是因为 撤军对他们来说 就是你要放弃我 对大家可能比较不容易理解 但是大家如果去过金马策军 撤军为什么是放弃 而不是解除那个军事的管制吗 就是管制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 对不太一样 其实不一样 我觉得金马策军论跟战地政务解除 对他们来说是两件不一样的事 那他们情绪反弹最大的还是金马策军论 因为撤军其实因为金门离厦门非常的近 马策离厦州也非常的近 那你撤军的意思是不是你要放弃我 要把我丢给中共 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我觉得大家要想象一下 他说他长达三四十年的时间背负这个战争任务 他也相当程度根据这样子的战争任务 改变了自己的形状 改变了自己生命的样态 那他为了这件事情做准备这么多年以后 你说今天要和平 然后我们不要再打了 我相信他们都是支持的 大家都支持和平 可是你要撤军 那所以中共派人马上过来接受我们 也是做得到的 你是不是要抛弃我 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大前线跟大后方的一个心理落差 我们在台北看会觉得说 和平不好吗 设定为非战区不好吗 这不是你最想要的吗 他说想要和平是一回事 可是如果这当中隐含着 你把我当塑胶用过以后就要丢掉 的这种感觉 那他会非常非常的愤怨 就是会觉得自己是工具人 对 你是你把我当工具人 然后这个工具人可能 原本即使我不开心 但是我可能还可以活下来 我还是有某种的保障 可是现在我没有我这个工具人的身份 就被当工具人已经很生气了 或者就很不甘愿了 或者觉得根本就不值了 很不爽了 对 那然后你这个工具人又觉得 哇好像连工具人都不是 是 我觉得如果是 我不晓得 我也还没有跟很多人咨询过 但是我觉得给他们最好的方式 其实是你得正面肯认他 在战争时期受到的痛苦 的确 牺牲 然后我觉得他们其实讲起 金门打过炮战这件事 打过823炮战也好 古宁头战争也好 其实因为他们是全民一起 就等于是军 我觉得是很自豪的 对 军民一体 然后一起去面对这个战争 我觉得他有他的自豪 而且他保护了所谓的后方 保护了台湾 保护了中华民国 这是很有贡献的 是是是 我觉得他们是对这件事情 非常自傲的 那他的自傲当然也是有道理的 我觉得当初在谈 不管是金马撤军 跟这个荣耀去还给他 你没有给他一个尊重 然后你就直接说 好啦现在不打啦 撤啦 那我觉得确实就会像 刚刚老师讲的一样 你就说 哇你真的是把我当工具人 而且用过极丢 所以不是不要和平 而是说希望在和平开始之前 是否可以先记取 我们为战争做的牺牲 我感觉到受访者的情绪 跟不高兴其实是在这里 那我相信当初 你去回顾当初 金马撤军论提出来的时候 你光看台湾的报纸 这些政治人物怎么提 施明德怎么提 或民进党其他人怎么提 我觉得那个提法 绝对没有做到我当初说的 去尊重金马前线 曾经有的牺牲 那是远远不够的 他就说那就要撤啊 现在两岸 他还是以两岸 那你提的两岸 其实是台湾本岛跟北京 你是想像两个核心要和解 那边境上的人的牺牲呢 不在你的这个话语范围之内 那大家都是感受得到的 我觉得民进党得承认这一点 这个当初你引起他的不快 是有道理的 不是说和平没有道理嘛 对啊 那我觉得其实这种感觉 所以一方面我们把它当作 是自己人 但是我们也不太了解 自己人的想法是什么 然后硬硬把它偶然 不管是历史的偶然 或是一个政治上面 造成的自己人 然后对他也不清楚 然后不了解 然后一下子开始说 我不要这个战争了 那这不要战争 不要这个所谓的军事的 要撤军了 但是这个撤军 也没有问过人家的意见 然后是从你自己的角度去思考 我觉得他可能不只是工具人 可能连个卡人都不是吧 卡在那个中间 又很卡 但是又不太卡 又不是很重要的一种角色 随意可以丢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金本人 你今年80岁 然后你其实还残存着 对战争的童年时期 你是在战争时期出生的 所以你残存着一个回忆 像我这次就遇到 我前两天刚从金门回来 我遇到一个是1958年 他就是那个823炮战那一年 出生的一个阿伯 那他还是身体非常好嘛 他看起来非常健康 他还是很有活力 所以他都看得到 台湾怎么去讨论他 那1958年出生 他同年就在防空洞 跟炮战当中度过 然后他经历两岸和平时期 金马撤军论 他就已经说 你好像把我当塑胶 然后和平时期 你又质疑他的忠诚 就觉得说 你们是不是跟中国好 你是不是同派 你就想要跟中共好吗 我帮你还给中共好了 然后结果现在 战云在起的时候 大家都开始紧张说 哦那前线要怎样怎样 大家去想一想 你这个80年这一生 这个你很容易有很多 很生气的想法 我觉得金门人 今天对台湾人 只有这么点情绪 已经相当成熟了 我必须这么说 情绪已经很成熟 很稳定了 要是像我这么幼稚的话 我已经是每天对台湾人 骂脏话 对 我们如果再往这个方向 聊下去 我们就变成老兵在聊天 我们应该聊联系的大人 怎么会这样 这本书里面 其实不是只有谈到这些 过去金门的记忆 你也谈到很多的年轻人 不管是本来 就住在金门跟马祖的年轻人 或者是从台湾去 金门跟马祖的年轻人 这一批人 他们在你的书里面的描述 事实上跟过去刚谈到的 那样的经验 是不太一样的 他们怎么去看待台湾 他们怎么去看待金门这个现象 然后这一群人 在你的书里面 又好像是一个边缘人 嗯 这种边 就是金门已经被认为是边缘了 但是这群人 又是在边缘里面的边缘 是 因为现在金门的年轻人 不过我觉得年轻人 也是你要看他出生的年代 譬如说我们就讲 最经典的一个就好了 就是说 如果我是1985年生的 然后我两岁的时候解研嘛 然后跟我同年纪的金门年轻人 他七岁的时候会解除战地政务 我们就把七岁当成人 开始上小学嘛 开始懂事 试字的年纪好了 好 1985年出生的金门年轻人 他面对的是什么 他还感觉到一点点 战地政务的残留 譬如说爸妈对待他的方式 学校老师可能说话 体制运作的方式 都还是有一点战地的味道 这个风味残存在里面 但是呢你慢慢开始念小学 念国中 念高中 你念的是本土化 民主化以后的新教材 然后你念的是什么 认识台湾 因为我是认识台湾的新教材 第一届的学生 所以金门年轻人 你想象他就生在那个年代 他也拿到了一本认识台湾 然后里面关于金马 可能只有寥寥述航 但是有很多关于台湾原住民的东西 然后有很多关于台湾 譬如说台南的东西 那其他部分的一个知识 然后他会去念 然后好 念了以后呢 当然你就会说有点陌生 但是他又 他有陌生吗 就没有228 对 他也不知道怎么去理解 我听过马祖一个年轻人的说法 他就说以前我念认识台湾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就当作是一个课本的知识在背 然后就旁边有一个 中年的台湾的那个 台湾的中年人插嘴就说 这不就跟我们小时候 念长江黄河是一样的感觉吗 他说对 的确是 对 就是你马祖一个85年出生的 90年出生的一个年轻人呢 他去念认识台湾 你在台湾的小孩子念认识台湾 那是自己的本土 自己的家乡 充满了乡土之爱 好感动 马祖人念金门的认识台湾 他就跟你以前早年那个 台湾早年戒严时期 你逼小孩子念长江黄河东山省 是一样的意思 其实是同一个感觉 那他就是慢慢说 可是这当中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他们念大学 他就要来台湾念 很多人都是来台湾念 所以他在来台湾念书的时候 尤其大学是一个这种很自由探索的 台湾的大学还是非常棒的 很多社团活动 所以他也会跟着台湾的同学交上朋友 然后慢慢的去互动 然后会去了解很多 参加台湾的社会运动 参加台湾的这些文史探索导览 他也会确实对台湾 会有一个认同跟感情 可是当他要回到故乡去服务 或者说生活的时候 那他怎么去看待自己的台湾脑 跟当地的这个我们自己长辈 还有我们社群的一个落差 台湾脑这三个字不是我发明的 是很多一些啦 金门老人家好像会这样称呼 一些意识形态跟他不一样的 金门年轻人 他就说我觉得我们的金门小孩子 越来越像台湾脑 他那个金门胃都越来越淡了 然后金门年轻人可能就不太高兴 什么叫台湾脑 你才什么脑呢 对 但是你就可以感觉到这种感觉 就是因为台湾的这个本土论述 他在金门跟马祖的地方 琢磨得不够深 可是金门马祖的差异 其实是非常大的啊 对 他并不会小于我们台湾 汉人跟原住民之间的差异 那个差异可能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 当然这是台湾的这个本土史观 或本土教育 他还在发展的一个过程嘛 像我们写这本书 也是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 本土医师扩充的更丰富 不要让有一大群人 是自己觉得是被排挤的 这样不好 可是那像我这个年纪的金门人 他就是这样长大的 他就是我念认识台湾的教材 可是我对台湾好陌生 然后他还说我到台湾来念大学 才知道原来课本上写的 经济奇迹是真的 然后就说啊怎么会是假的 就是真的啊 他说可是我们在金门没感觉啊 我们都还是在做阿兵哥生意 驻军经济也是很好赚 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是还比较后来的事情 他就说驻军经济是 也是很重要的财务来源 他们也不穷 也是有收到钱 可是跟台湾这种在自由市场 在国际贸易里面去厮杀 然后赚这种好像这种很热钱的这种感觉 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其实彼此之间是可以多一点了解的 因为金马的年轻人 尤其是我这一代 就是大概1980年代 到1990年代出生的这一批人 他其实这个想法是 是蛮特别的 而且确实就是我们用了比较强烈的字是边境上的异乡人 那确实他就是处在老一辈金门人的战争回忆 跟这个他到台湾来感受到的台湾这种 比较民主自由开放 但是很激进的这个气氛当中 他是处在中间的人 那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会想着自己要如何自处 然后他们每个人的答案 我也觉得都是蛮丰富的 当然这个丰富背后是有一些挣扎的痛苦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蛮好玩的 我们会很着重的想要把这批年轻人的想法给记录下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 就是其实 就像我们刚刚谈到 即使在同一个地方 它的历史发展不同 那它也是一个多元的样貌 即使在金门可能被认定是一个战地 或者是金门可能对台湾有不同的看法 可是它内部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差异 包括这个世代 包括区域 包括他们的生命经验等等都有很大的不同 那另外一个跟现代比较有关 就是我们开始聊到现代的部分 就是你在这本书里面 我刚刚谈到第一张很可爱 另外一张我也觉得很喜欢 就是那个孟宇和 就是美国AIT发言人 然后跑去金门玩 哇我觉得你这篇写得像小说一样 或者写得像侦探小说一样 可是这个侦探小说 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我不是在 我不是那个扁 因为我是觉得它好看 然后好看是推理 或者是一些印证是有道理的 而且你把这样的一个旅行这件事情 是放在一个中美关系上面 放在一个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上面 一个战略 又回到一个战略的位置 但是又是新的战略的形态 来去做解读 对那一张呢不敢略美 那一张主要是义安的手笔 那我只做了非常些微的更动跟那个调整 那其实那也是他的 当初做报导的其中一个想法 因为他发现AIT要去金门 他对这件事情是非常敏感 非常敏锐的 因为中美共同 我说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 是中华民国跟美国 不是中共 在中华民国跟美国签的 当初在50年代签的 这个共同防御条约里面 大家可能有一些人还不太了解 那个防御的范围啊 什么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啊 自始至终到现在都没有名文包含 金门马祖 金马一直都是这个 中华民国跟美国军事合作的 这个我也是看你的书我才知道 真的假的 我也是跟你讲知识倩博 战士代 对 因为他就是只有签说是台湾 然后Pescadolus就是澎湖 当初的原舰就只有这两个 就说台湾以及澎湖群岛 是他们防卫的范围 因为听说当初美国军方有一个蛮强烈的意见 就是说金马太靠近大陆了 他希望劝蒋介石放弃 他也不想碰对吧 对当然就是你想一想 也是一个很理性的选择 他靠敌人那么近 然后离大后方这么远 那个补给输送 到今天都有困难啊 对不对 那像前一阵子那个 去年的时候 东举岛上有那个21天船不开 结果岛上军官只能一直吃泡面 他们就很不高兴 在沙滩上协字称情 这就是我们民主时代的 年轻军人会做出来的事情 对以前的军人想都不敢想 那我的重点是说 美国他其实对于金马是很暧昧的 他当然不反对你继续在那边 或者是他也很反对啦 总之他其实在那个条约上面 是没有明文规定要保护的 然后所以呢金门跟马祖 一直都是呈现一个 跟我们不一样的一个军事地位 的一个状态 那所以当AIT要去金门的时候 李易安就非常敏锐的 感觉到这件事情 他就说哦 他要去金门 他要去哪里 他有没有 他这是不是一个宣誓意义 他开始去查这些文件 就说发现确实 好像美国的态度 是悄悄的在挪动的 就是以前都比较限定在台湾的口 就是敏锐的记者 才会察觉到这件事 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是他非常棒的一个特质 他就开始感觉到说 美国是不是对金门马祖的态度有变 然后我还说那你得去跟AIT求证 对不对 我们的基本功嘛 然后AIT真的就是完全不回答 不想理我 不过你们自己做文本分析 对对对 AIT就说我no comment 真的真的 AIT有回我们 不过你们回去 去把很多东西 他的发文拿出来做讨论 我觉得好好看 是是是 对 而且no comment也很妙 他没有说no 他说no comment 哇很棒 都想上去 我说你完蛋 你以后进不了AIT那个记者会了 这样 但没关系 我们就去做嘛 这样 所以他跟 就是跟着孟宇和的这个行程 走一圈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而且因为在孟宇和 我觉得他挑选的这几个点 其实也是确实非常有他的一个 政治的意义 政治的一个意涵 那包括选菜刀啊 然后选共糖啊 当然有一些你也觉得蛮匪夷所思的 是不是老美的脑子才想得出来的 例如他说共糖吃的是花生 我美国人也喜欢吃花生 所以我们之间是有共通语言的 哦你不讲我还没想到共糖是花生做的 就挺有趣的 就是大家这种不同的脑子 不同的角度 哪怕你也知道说 孟宇和这是一个比较公开的一个宣传行程 这当中也依然存在着 值得我们去解读的一个意味在里面 光是去宣传金门就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非常有趣 因为他马祖也去了嘛 因为后来那个 也在那个马祖这边理问的邀请之下 孟宇和也是有去到马祖 然后也是做了一个tour 做了一个tour 那也是一样宣誓说 其实当初美军还是有透过一些其他方式 来去协防马祖的 然后823炮战的时候 虽然美军没有明面上 明白的去协防金门 但是那时候他们有大量的驻军在澎湖 这个我们知道 对 因为那时候澎湖街上最老的咖啡厅 是每天都在接待这些美军顾问团的一个团员 那他们来做什么呢 就是来去监控 或者说观察823炮战前线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金马他的军事地位 在以前他是跟台澎是分开的 但是在2020年以来的这个变化里面 我们就是从真的是去捡AIT丢掉的这个废纸 自纸楼的这个里面去找蛛丝马鸡的来说 我们的可以几乎是可以说 他一定是有所变化的 那变化成怎么样 我们不敢具体说 但他是非常非常不一样 那孟宇和的那个tour 我觉得是大概也是只有李亦安可以去这样做 他是非常非常敏锐的 而且很有趣的一个 确实很像一个小故事 对 而且也很推荐大家去看 因为孟宇和玩的地方也都蛮好玩的 真的 很适合做你的金门之旅的那个 我们应该来推这个产品 这个这个是去的地方 真的都是蛮经典的 跟着AIT有金门 而且是真的有他的 战地的意义或是文化的意义 没错没错没错 对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 就是其实你一开始写这本说 像很大一个程度 就是台湾对金门有很多的误解 或是不清楚的地方 然后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冲突 或者是那种被遗弃 或是遗弃别人 这样一种彼此不开心的这种状态 然后也发生了很多的这种 不管是网路上面的这种论辩 或是在真实世界里面的这种 可能也存在一种敌意的情况 那这本书某种程度是希望 能够大家去了解 可是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是 有点困难 就是说因为它可能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例如说前方跟后方的心态的问题 甚至它是一个中心跟边陲的心态的问题 那这个有办法去做什么样的化解吗 或者是说这本书 当然我不能够期待你这本书 做这么伟大的事情 可是这会不会是你的目的 或是有什么可能再往前推进一步 就是至少让台湾跟金门 至少多一点关心吧 至少我觉得还有一个难题 就是至少要常常去玩 我前一阵子去金门我们发现 哇 那个台中机场很多 排队很久 然后买不到票 然后到金门没什么人 因为他跑去厦门 对 那我觉得至少我们要去玩一玩吧 至少要去玩的过程当中也是另外一种了解 是没错 我们这本书确实有一个很一开始的愿望 是促进就是大家的了解 就是台湾对金马的了解这样子 因为我们有发现 确实如刚刚老师所说的 很多年轻一辈的人 他因为金马的这个政治倾向 或者投票意向的这种行为 他会对金马有一个隐然的隐隐约约的敌意 然后我们会觉得是蛮可惜的 你还是可以看完以后选择觉得 我还是不欣赏不认同这种做法 但你可以先了解 至少要知道啦 对 起码你要知道他背后这么做的渊源是什么 这样子 那我们在这本书之后呢 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缘分 就是阴错阳差的 因为这本书 认识了独树共和国集团的社长 郭崇鑫先生 那他很有眼光 他就很对质的 看出来离岛这个方向的发展性 他有问说 你要不要成立一个出版社 我说什么 一本书变成一个出版社吗 太酷了 原来你的出版社是因为这个事情而来 其实是 如果没有这本书的 我当然还有跟他讲了一些澎湖的东西 但是比较锐利的 比较sharp的一个问题意思 其实就还是我们从断裂海里面去做出发 我说我觉得其实金马 还有很多故事可以挖掘 而且那个挖掘不是这种 只有地方文史型的挖掘 它是有一个全国型的意义的 就是一个战略型的意义 就是我们应该要了解金马的这个事情 那他就说 那要不要成立一个出版社 来做这件事情 然后离岛不错 这个概念是很好的 那我们就成立了离岛出版 然后因为这个出版社除了出书以外 我们还做了一些其他的一个活动 来带大家阅读离岛 例如说我们提供你去金门跟马祖的tour 就是你付钱买我们的会员 我们会那个协助你去到当地 然后来参加可以阅读离岛 可以有意义的了解金马历史的旅程 然后我可以透露这个旅程 其实是我们所有产品里面 目前卖的最好 他已经快要卖完了 然后三千块的一个套装方案里面 有包含一个金门或马祖或澎湖的一个tour 结果卖最好的竟然是金门 就是没有人选澎湖 怎么会这样 作为一个澎湖人 我要哀嚎一下 我真的觉得金门很棒 对金门很棒 然后所以其实开玩笑 就我很开心 但我没有说澎湖不棒 我只是说金门很棒 你也小心起来了 对就是金门的这个tour 是大家非常有兴趣 每个写信员来都说 我想参加金门战地军事 管制时期的历史小旅行 然后我们就非常的惊讶 然后最近我们也就是辗转 有机会介绍了那个范锡飞 就是我们就很知名的这个新闻人 很多人都很喜欢看他的 彭仁月的发文 对对对 就是说范姐他就是来跟我问了 这个断裂的海跟金马的状况以后 他就说我也很想去金门 我说那有一个tour 你可以去参加很棒 结果他就急之急行 他就真的去了 去回来以后他也觉得收获非常的多 然后我觉得这就是 一个时代慢慢在改变的那个 就像我刚刚说的 他在2017年还是一个票房毒药 2020年他已经不是了 他是一个算蛮热门的 中等热门的文章 然后到现在 其实范锡飞已经会像这样子的一个 非常非常有流量的youtuber 他也会觉得说 我想要介绍这个题材 给我的听众 给我的读者 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 慢慢在变化的一个过程 那我觉得 我们应该要抓住这个机会 就是在大家有这么强烈的 了解金马的用望的时候 然后来去做中间这个桥梁 一本书是第一步 那远远不够 我觉得出版社是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载体 然后我们也很希望说其实是 当然离岛出版不是只有做台湾的离岛 也是做全世界的离岛 但是在台湾我们会蛮聚焦在 要去做台湾跟彭金马之间的一个连接 就是把台蓬金马这个共同体 不是只有口号上的说 OK我们就是台蓬金马 什么共同关税区 我们就是什么生命共同体 那都是政治口号 但是政治口号要真正落实到 人跟人彼此之间互相理解跟连结 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 我是蛮期待离岛出版 是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工程 我想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 读这一本书《断裂了海》 或者是去 不管是不是参加你们徒尔去旅行 去走走去看看 我觉得都是认识的第一步 我相信至少我这几年常常去金门 我去了一次我就很喜欢他 但我很久没有去澎湖 我希望下次我也可以去澎湖 你继续喜欢澎湖 看到我的眼神了吗 没有了 好 今天节目到这边 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在访问 在访问星期讨论其他的问题 那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